好 那我們來聽聽看 艾菲爾老師怎麼說 哪些星座的人 下半年要注意人身安全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板 這個下半年要注意人身安全 安全的星座 好 來 第三名上榜的 來 我們看一下 巨蟹座朋友 我們要嚴肅一點 因為這個是要提醒 嚴肅一點 對 巨蟹座朋友下半年 既高又怕睡 要小心受傷 所以巨蟹座朋友 如果家中的電燈壞掉的話 你不要自己假老 觸電嗎 會有可能觸電 或者是從樓梯上摔下來 都有可能 那個怕水的意思說 馬上夏天了 大家有可能到野溪裡面去露營 或者是說去海邊游泳 這都不好 所以整體來講 就是既高怕水 要小心受傷 所以巨蟹座朋友提醒自己 第二名的朋友 是水瓶座 下半年也要特別小心 安全的問題 是情緒憂鬱 跟影響生活的狀況 那麼我們關注了自己外在的一些受傷 我們要關注我們的心靈 尤其是水瓶座的朋友 這個情緒憂鬱的狀況 有可能會影響到你的健康 甚至到影響到你的工作跟生活 那麼水瓶座呢 在下半年如果覺得自己好像 有一點情緒憂鬱的狀況的話 建議大家一個免錢 又簡單的一個 調養自己身體的一個方法 就是早上早點起床 去曬曬清晨的太陽 整體來講呢 能夠幫助你轉換自己的能量 不要那麼憂鬱 不要這麼懶惰 再來第一名的朋友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有來賓上榜了 是我們的俊吉 上身星座獅子座上榜 要提醒你下半年人生的安全要小心 獅子座朋友是屬於健康的失調 而且會有一些救急復發的狀況 所以不要因為看到這個 就感到擔心害怕 可以關注一下 過去有沒有一些過敏的問題 或皮膚燒癢的問題 或者說以前 比如說容易咳嗽感冒的話 那麼在這個夏天 你仍然要注意一下 這個救急的部分 來有上榜的朋友 巨蟹座水瓶座 獅子座下半年 安全提醒你 接下來說惠姐 是 你說你 雖然沒有靈異體質 但是你身體非常敏感 是 有感應到一些東西 我其實沒有什麼夢中什麼號碼 但是 我有一個非常 跟著我學習非常久的一個學生 他是睡睡走的 他就是睡 什麼什麼 他睡著了 睡夢中 他就睡夢中離開了 幾歲 他六十四 六十五左右 你六十四歲 六十五歲 對 在兩年半前 大概快三年 因為那時候是疫情前 其實算 他就是算好命走的 那因為他是我的鐵粉 所以有時候你會知道說 這樣子的人我不得不送 一定人要到 我走進去 然後我就問他先生說 那個姐姐她是怎麼去看臉香 她說36號這樣 那我想說36號 那我不曉得整個 我們沒有去過殯儀館 我們哪知道36號是幾號 所以我就從1號找2號 3號 4號 5號 20號 35號 36號到了 那就是看到姐姐了 就那個靈位我們就黏一下 可是這個時候我已經 我的靈 內裡面的靈 可能已經跟35位感受到了 但是當下的我並沒有 我心裡面想的就是 我要去看姐姐 我就一個很誠摯的 要去給她臉香 等到我回家的時候 就不得了了 在開車的路途 回去的路上我就不行了 這個後座力超強的 因為我就覺得我呼吸不過來 我正在開車 我就呼吸不過來 那我是得怎麼辦 那呼吸不過來還不打緊 頭還很痛 然後你整個從這裡背 背這裡 腳踢背 開始這樣痠 就說不上來 我真的形容不出 我當天是什麼感覺 就是一步說不上來 就是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我就把當天晚上的課停掉 然後隔一天 我就去收金 然後坊間的收金 有很多的不一樣方法 我是拿衣服去收金 所以呢 當時收金的時候 是給她100塊 重點不是100塊 重點是她就用米掛 她就用一個涼杯 然後放米 然後擦香 後來她就把我的心褲 這樣湧湧的 然後就看了我的掛 你今年不可以再繼續 不要再參加 人家的婚喪喜慶 第二點就是 你不要再去 平衣給人探病 然後我心裡就 我知道OK 因為我真的是去探病 跟婚喪喜慶 不舒服的 結果她跟我說 那你年底還會有一次喔 我一整個很毛 因為我覺得 一個米的掛而已 為什麼這個米 裡面的東西 而且她可以說出一些所以然 我一個感覺 就沒辦法去體會 所以當下我就開始擔心了 因為年底還有一次 那這一次是什麼 我也會怕 因為我不想我身邊任何人 要讓我送走他 結果年底真的有一位大哥 他也是我學生 可是他是癌症走的 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 我也沒辦法去體會說 我的身體為什麼會這樣 可是那個當下我比較聰明 是不是 沾香沾沾沾了 送他送好了 我直接去醫院打點滴 同時間我的衣服 已經拿去補掛的那邊 先放著 然後我直接去打點滴 打完點滴 就因為你躺在那邊 打點滴會讓你整個身體放鬆 我就直接跟醫生說 我整個全身不舒服 我想打一個舒服的點滴 還有這種舒服的點滴 診所也可以啦 是 就是這個 可是 一般醫院不會讓人去注點滴 你就是要去診所 但是我們說要去那個地方 像殯儀館 不是身上要放 我都帶了 我該帶 我都帶了 外套還是什麼的 我都帶了 沒有 他的圓結得比較深 因為那是他的鐵粉 再來就是說 是他的 他膠痕就有情感 我當下是沒感覺的 可是你回家才感覺 那個才是 才是很難 你當下有感覺 你就趕快離開就好 當下是沒有的 回家才漸漸的 接下來我們 林朱占卜 未來一個月在哪方面 能夠走出自己的一片天 好 來 要你拚 好 我們憑第一直覺 看看你在下半年 哪一方面能夠走出一片天 我們先來看第一組 三顆對五顆 第二組是一顆對五顆 第三組是兩顆對五顆 第四組是四顆對五顆 第五組是六顆對五顆 我們憑第一直覺 來 晉級 好 我是第二組 第二組 我是第五組 第五組 好 來 第五組 第五組 所以老師 我覺得第四 我覺得第四組顏色好漂亮 第四組 好 我本來想 我們應該黃色 沒有黃色 他沒有黃的 一 二 三 來 一起選 一 二 三 等一下 讀定是三 雅蘭姐二 我們先看第五組好了 我們看第五組 在哪一方面能夠有一片天 愛情的一片天 阿菲老師 你老實說 有沒有桃花出現 有 快有了 最近唱得很亮 觀眾朋友如果跳到這個的話 在愛情方面會有一片天 當我們愛情有一片天的時候 你就可以開始重新去撕穩你的感情 對啊 現在的對象對不對 如果不對 你要做一個調整 如果對的話 一定要勇往直前 很多人不敢勇往直前 會覺得說 我這把年紀的怎麼可以 一樣可以的 老師 那我是五號 有人問說桃花也就是人緣的 是啊 你的學生會比較多 如果是公眾人物 或者是直播主這些 或是電商 就是你的客戶都會特別的多 我們恭喜你 然後再來我們來看這個 看這個二好了 好 二的話是這個 我 雅蘭姐跟俊傑 對 我們看哪一方面呢 就在事業方面 事業 非常非常好的 太好了 雅蘭姐你最近一直都補到事業的掛號 對啊 對 事業非常非常的好 還做不完 做不完 你要補一些給我做 你很會做的 觀眾朋友如果挑到這個的話 就代表說你未來這一個月 在事業是即將過有一片天的 所以要好好的重新規劃 因為現在開始要進入夏天了 所以我們進入入夏之後 就是開始要忘記了 所以要好好的去思維 你的事業在哪裡能夠找到一片天 肯定是會很好的 然後再來恭喜 我們來 恭喜 好 我們來開第一掛好了 第一掛都沒有人挑 我們來看 在哪一方面可以走出一片天 這個我們恭喜你在心情方面 其實現在很多人心情 還是灰灰暗暗的 雖然 偶偶暗 對 雖然現在已經 就是已經到五月了 就要錄下了 但是有的人在這一年 已經五月了 還找不到自己的一片天在哪 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你可以在你的專業職場上 你想要走哪一行 你去找那一行的這個專業老師 或者是找我們也可以 找一些你專業老師去指點 看你在哪一方面呢 能夠走出一片天 然後最主要要把你第一迷的心情 要是開始收集起來 重新的出發 那自然就會有一片天 來 我們來看這個 我們來看杜林阿伯好了 哪一方面能夠走出一片天 這個是 才藝 這個是非常好的 這就是才藝 當你現在 你現在在學的東西代表是 選的是對的方向 比如說你現在喜歡煮菜 那你這個就是對的方向 喜歡旅遊 這也是對的方向 你選的是科技或AI 都是對的方向 有的人開始學才藝什麼 這代表說你現在選的是對的方向 所以一定要維持下去 那你自然會在你的才藝方面 走出一片天 我們恭喜你 然後再來這是 舒衡老師 還有觀眾朋友挑到的呢 這個TIFNI欄呢 是哪一方面會走出一片天 所以恭喜你 才藝 才藝